我刚刚看到微信上有个视频 有一个很傻叉的人 就几百个粉丝在那里骂那个张琦 说张琦不行 说他只是说话流利 然后只会背文章 然后我就说 然后他又说什么 做生意真正需要的是流程 然后我就留言 我说你 首先你讲这个话就说明你不懂生意 我问他 我说你从头到尾有把这个生意做起来过吗 然后我说你一个生意能否成功 其实90%是和交流和沟通有关系的 然后你说的什么流程那些 那你流程也就是规范化交流的方法 这个流程规范的90%的内容都是交流 任何一个生意90%的内容也是交流和推广 如果你要找老师或者榜样 这个人一定要有实战经验 不能只是 小红书